南韓在這個耶誕節也傳出意外 首爾市稻峰區 移動21層樓公寓大樓 在同一天25號凌晨發生失火 大約200多名住戶因火警 緊急疏散 消防部門共派遣57輛消防車 以及222名消防人員 花費約3小時才終於撲滅火事 不過仍有兩人身亡 這對家人住在起火地點三樓的正上方 爸爸親自抱著七個月大女兒跳樓逃生 最後自己卻回不來 另一位死者同樣是30多歲的零姓男子 是第一個報警的十樓居民 將家人疏散到一樓後 自己卻是最後一個離開家不幸喪生 所以末年中之際頻頻傳出失火意外 無法團圓無疑成了最大遺憾 現在新聞以後會捉摸到